今天這醫院出來的 這個9例 其中有一位是裡面的幼兒的 母親 那其他8位是小朋友 那這個案例裡面 大概從這個16128延伸到16127 是幼兒園的老師 那接下來在 昨天大家緊急的匡列 然後跟採檢 那今天初步 初步 那我相信這個案子 可能這個裡面陽性的案子 可能會更多 因為在幼兒裡面密切接觸 而且多人 已經是確診 那我相信這個案會更多 所以也請新北要 照著比較嚴格的標準 那一家人一家人 做匡列 那有一些當然做 他的一個居家隔離 那有一部分也是做 預防性的居家隔離 因為這邊都是小朋友 所以大家是一戶一戶的情況 那另外這個幼兒園好像晚上 也有做安親班 那是不同的老師 不同的學生 那所以也請新北市對晚上安親班的人 也是一樣做居家隔離 那並採檢 按下午夕 隔壁 酒吧 lil劉甩 酒吧 雨甩 酒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